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测试服的更新 分别是北极熊和热成像 先来说一下北极熊吧 北极熊会刷新在维寒迪的野区 一般是刷新两个 熊还是比较肉的 可以用车撞 但是呢一次撞不死 除此之外他也会攻击载具 会卸胎 打人是两下倒并且会补人 总体来说你开个车 或者三四个人一起过去 是随便打的 比赫湾的AI难度要低很多 而且他们走路啊和地震一样 福利沙大王的脚不深 熊把我打死了 除了李主任 我实在想不到还有谁会被这玩意偷袭 熊本身不会掉落东西 但是熊洞会刷高级物资 这些箱子里有概率出空头武器和三级头 可以说是看到必打的物资 过几天应该就会有人发雪地图 全部熊洞的标记图了 有意思的是 这里面还会刷北极熊衣服 头套帽子 可以说是低配版吉利服了 有一点恶趣味 再来讲讲这个热成像 曾经在实验模式出现过 刷新率很低很低 我没有在正常物资点减过 只在空头洞跟空头区哪过 热成像的倍率呢是四倍 不能切换 可以透烟 也可以透过树木和灌木丛的间隙看到人 整体相似点比较大 但是刷新率呢是实时刷新没有延迟 虽然有缺点 但是看到必解 因为光能穿烟这一点就已经无敌了 不论是制裁烟雾里的敌人 还是自己当烟中恶鬼都可以 过两天给大家带来日成像实战吃鸡 喜欢的话别忘给我视频来个三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